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围绕2800点继续地做震荡 现在市场要观察两个方向 首先是各股的走强是否有延续性 因为如果市场缺乏一个持续上涨的龙头 热点又很匮乏的话 那指数怎么能够独立支撑继续上行呢 其实在技术上我们可以看到2830一组 那是否指数又会跳头向下去考验五天线的支撑 稍后我们会和场内的讲文嘉宾一起分析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郭倩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情况 早盘的是数字货币概念冲高 随后医药股在消息的刺激下走强 一零一页等十余之个股是涨停了 临近上午收盘 中国锡电 宝便电器等个股 又是直线拉升风板 特高压概念出现异动 午后券商股市再次表现中心箭头拉升 我们再来看一下热点的延续性 除了医药板块延续性比较好之外 其他的板块延续性都并不太佳 并没有能够形成完好的这样一个赚钱效应 科技股这边除了少数的龙头 比如说赵裕创新 华天科技等等 在相对较强之外 绝大多数的科技股还是在调整 新能源车板块持续性相对较好 但是继续领涨可能还需要叙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具体情况 上证指数是下跌0.58% 深圳城市下跌0.56% 中小板指下跌0.28% 创业板指下跌0.4% 恒生指数下跌1.19% 从资金流向来看 互股通是流入8.91亿元 深股通流入24.64亿元 再来看今天的个股 上涨的加数是1026加 下跌加数是2679加 平盘103加 那么对于今天盘面的具体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给小雪 嗨 记得们 昨天晚间版节目的时候 给大家提醒过 今天的盘面当中除了看北向资金的持续动向 看量能之外 还要关注一下 辟谣之后券商怎么走 RCIS这些科技股的概念又会如何演变 中信箭头 昨天大幅的上涨我们看到 今天上午的时候略微的低开 有一个下跌2%左右的动作 但是到了下午之后 迅速的拉升方红 尾盘仍然是一个红盘爆收的一个状况 再另外关注一下RCIS概念 这个概念确实是消散了 而且盘面当中的多数都在下跌的一个状态 神舟太远也是跌停 在昨天晚上我们会看到 美股方面的特斯拉是继续的跳空上涨 导致昨天晚上的时候 纳斯达克指数是继续向上反弹 并且创出了一个新高 重点来了 就是因为这个上涨 在今天A股一开盘的时候会看到 A股这边特斯拉板块整体有个联动 就是因为它们的联动才导致了创业板指数 很快地由绿盘转为红盘 在这之后我们会看到盘面当中 像中医药 数字货币 流感等等概念是轮番的接力 创业板指数和中销板指数 在早盘的时候一度是保持一个红盘震荡的局面 但是到了午后的时候 显然上方我们看到了阻力 上升指数的30天线 创业板指数的2000点关口都受到了压力 转身就掉头向下了 首先问一下李扬 李扬其实二月以来在我们节目当中 有两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广为流传 一个是说A股278点以下大胆地买 这个在盘面当中基本上肯定兑现了 还有一点他说到 说今年前段时间二月份的时候 说到美股的最近每一次反弹都是卖点 A股每一次急速下杀也都是买点 前段时间说的真是没错 在盘面当中其实也有体现 来说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累积的一个表现 道指为例 他见到一个高点是2月12号 护指呢1月14号 对应的都是我们两个国家 在这个新冠疫情发展的时候 大家一个焦虑心态的开始 随后股指数线下跌 而A股呢在这个新春开始之后呢 由于因为对我们国家疫情控制的有个信心 另外呢各种的政策和制度 包括资金面的宽松导致我们出现一波上涨 我们见到高点的那个时候 跟道指出现一个阶段性下跌的下跌中继的反弹高度 在同一天 也就是说在那之后 你们看A股跟道指的走势多么的相似 在美国疫情呢 发生了一个更加焦虑化的推进之后 A股的指数被道指深深地牵连住了 导致我们现在盘面当中一开盘 我们都得看投业 美股走得怎么样 盘面当中道指的期货指数长得怎么样 就您来看的话 目前这种国际的疫情 对于我们A股的牵扯 还需要多大时间 目前您前段时间给出这样一个大型的观点的话 在目前是否还存在要不要修正 好的 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 我是在今年的2月份提出来的 当时的美国股市 还是在一个历史的高位区 2万9千点 之后我们看到 道指从2万9跌到了 近来1万点下来 跌到了1万9 跌到30% 而期间每一次的反仇 的确都是验证成为 每一次的反仇 都是一次比较好的出国机会 就是如果按照我的制度 就是说在美股这个鉴定的这样一个出息 即时的这样一个抛输的话 应该说可以躲过这一轮大跌的这样一个风险 那么对于国内A股市场来看的话 市场实际上每一次这个 急跌买入 急跌买入这样一个遭遇策略 在前面一段时间来看的话 还是非常的成功的 而且在这一次见到低点 3月中旬的时候 2646点那一天 我记得我也是我在这里做的节目 当时市场分析是比较大的 而且我明确地谈到当天这个盘面特征 我认为已经杀出了恐慌盘 而且当时我就大胆地提出了我的推测 就是我认为2646 2646点 将有可能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低点 这个观点我当时是在下跌的 这个市场恐慌的时候 我谈了这个观点 那么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2646的确就成为了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低点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市场脱离低点之后 足距抬高的这样一个 低点上一地的这样一个迹象 是较明显的 而今天市场是在冲击 三成天局限 受到这样一个上升指数 三成天局限的反压 出现一个预阻回落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非常正常的一个 技术性的一个回抽 而且这个观点 我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也是讲到了 就是上升指数 这个本着如果反弹的话 三成天局限会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 具体上的一个障碍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 大家可以 老婆可以切到这个 线形态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段时间市场的 这样一个整体的表现 来看的话 很明显在前期的 这个箱体底部区域 反复强调了 这个箱体底部区域 尤其是2646点 见低点之后 我们也看到市场 这个底部区域 是非常明显的 之后呢 低点上移的这个迹象 也是非常的明显 虽然说目前呢 这样一个反弹的势头 闭幕时分的顺畅 那么我觉得 主要原因在哪里呢 实际上我在前面也谈到 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次的这个 大盘的跳空大涨 之后缺口是回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天跳空大涨 是当天美国市场 是反弹了 接近10%的这个涨幅 产生的跳空缺口 然后被回补了 也就是说 这个跳空缺口 是一个底部启动 第一个跳空缺口 是一个被动型的 跟长的缺口 第二个跳空缺口 是什么地方呢 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 我们在上一周 也是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是什么呢 是降准的缺口 所以也是在突发利好 吃底下 甚至带动的缺口 之后这个缺口 第二个缺口 也被回补了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两个缺口 能够跳起来 但是能够被 都却被补掉的 实际上我讲得很明白 就是这个市场 目前呢 看到没有还没有 真正的内在的发质 自身的开始转强 一个是靠外盘大涨的 超跌反弹的拖动 第二个靠着利好 这样一个次底 所以说这两个 靠外盘大涨的缺口 都是会被补掉的 本身是不强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 由于目前 仍然还是处于一个 相对的一个底部区域 这个观点 我反复在谈 甚至我认为 不光是2700点以下 是低点可以慢 甚至大胆点来看的话 我认为3000点以下 我认为都是一个 相对较为安全的 一个相对偏低的 这样一个位置 可能这个观点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您刚才说到 这个心庭的那个拐点 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会把这个 比如说GDP的数据出台 季报的完全披露 包括国际疫情 果然一点 看作是一个 非常有标志的信号 并看作是 A股能够摆脱这个 颓势向上的一个起点 您也认为吗 好 那么现在这个观点 都是说在等数据 等疫情 实际上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 所谓的这些 等数据和等疫情 这样一些看法 已经反映在 目前盘面的这个水位上 当整个水落石出 当整个大头朝向 甚至当大家都 已经明白 目前的疫情 已经处于一个 稍微的这样一个阶段 同时国家的经济 在经过几个月的停顿之后 又将会 重新恢复升级的时候 达成一定的 这样一个 一致性的疫情的时候 就一定不会是 目前所在的 2700 2008的这样一个位置了 所以说我觉得 从目前来看的话 今天受到的 三十天线的一个 短期的阻碍 仅仅只是一个 小的一个回产而已 而更加可以确认 可以憨实 目前的相抵底部的 一个区域和阶段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是在等数据 在等确定性 但是我觉得 市场更在等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两个字 我多次谈到 就是在等信心 在等这个信心 逐步恢复了 这样一个契机 在等这个市场的信心 逐步重聚 市场人气 逐步积累了 这样一个契机 那么一旦这个契机 有所转变 或者有所出现 盘面迹象的话 那么这个会形成 一种合力 而形成一个 向上的推动力量 来脱离目前的 这样一个底部区域 我们要耐心地 等待这个市场 信心的重聚 而不是要等到 这个数据的水果适出 您刚才说到 这个信心的凝聚 其实在盘面当中 我今天倒是觉得 可能有一点 就是您刚才说到 信心凝聚的表现 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创业板指数 能够火速拉升的 动力是什么 是特斯拉和航空股 其实我们中国节目 也分析过航空股 它其实A股本身 并不具备 它能够自己上涨的逻辑 就是对美国的一个跟长 但是这两个概念 在开盘这个创业板指数 拉红之后 迅速地退居二线 顶上来的是什么 当时看到了 它叫电子数字货币 特高压软件 包括中药 这些我觉得倒是 咱们A股自己逻辑里 所认可的科技题材 就您来看的话 这个是不是也是 A股有独立表现的 一个趋势的特征 也就是说如果是的话 这些科技股 能够联美独立继续走强 能够持续性地走强 那就是信心和行情 能够恢复的一个 非常值得关注的特征了 对吗 好 那么刚才小雪 说了这个问题也是 我觉得应该 在我的观点里 我在节目里的程序 多次来讲 是任何一波行企的 这样一个主星股 可有的标志 所以未来是看好的 而目前来看的话 仅仅是由于 在这个截后的 这样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科技股 特别是以芯片 其实联络过程科技股 消耗了态度 这样一个涨幅和能量 所以说它们跌得最晚 调了最深 短期的这样调整幅度 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 出现了一个分化 也是非常正常 和非常合理的 这样一个现象 但是我觉得从 未来的这样发展趋势 来看来 目前的市场 我觉得既然市场 仍然属于一个 三十年巨线 反压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市场的信心 还没有足够的 恢复和积累起来 那么我们目前的 操作设备 就是尽量地减少 这个操作的频次 最低的一直在 我应该讲究的利益 如果减少操作 就可以少犯错 而避免追涨到了一些 不必要的 这样一些踩上的之位 浪劫上 或者追到这样一个尾巴上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近期还是以 多换扫动为主 但是我们心中的那杆 趁我们心中这个信心 一定要对今年的 这样的行业 还是要充满这样的期待 对立非常熟悉的股票 自尊自己的股票 甚至我在节目中前面 也是谈到很多武汉 湖北的这样一些股票 我觉得可以说如属加征 很多股票 我觉得目前都在一个 非常合理的范围 所以对这样一些品种 大家都可以耐心地 等待未来的政策 政策面的这样一些期盼 例如今天刚才小雪讲到 一个是特高压 一个是速度货币 这都是非常明确的 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方向 但是未来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向 也是国家产业者会扶持的 比如说像湖北 像武汉 是否会推出 大规模的这样一个 振兴的方案 我觉得都都是可以期待的 包括像人工智能 我觉得这样一些 未来的新兴行业 国家一定不会 不管他们 而一定会给予 更加优厚的这样一些政策 好 信心百倍 不要去因为这些时间点 而去决定自己的操作 我们应该在盘面当中 去发泄这个特征 对自己的持股的信心 跟理由要背去信心 来 问一下子军 您跟我们一直在谈 前天也说了 五周军线的得失非常重要 您也说到一点 近期得发现 它这个五周军线 会不会拐头向上 昨天你会发现 这个反弹 其实就是从五周军线开始的 但是这个拐头向上 您觉得近期得看得见吗 好 首先呢 这个上一周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判断过 这个五周军线 就是有能力拐头向上的 这个是来自于 军线的这个基础理论 五天军线 你是怎么得来的 前面四周 加上本周的收盘价 平均 你就能够得到五周军线 所以你前面四周的 这个收盘价已经确定了 本周只要不是大阴线下跌 下一周你会看到 五周军线就会出现 向上拐头的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所以在这个周一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提出来 市场下不去 这是完全基于 技术上的理由 这个也是基于这个 2646以来 我们提出底部以来 这里的首次的调整 我们认为是一个 低息的好的时机 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出来 上行的速度也不会开 那么我们还是来看 五周军线的话 那么实际上 它在刚刚拐头的时候 它是很难出现 迅速加速 往上攻击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 所以在近期 那么上降指数这一块 那么就会呈现 昨天上涨了之后 今天就调整一下 这样子的相关的动作 所以上降指数 并不具备 快速上攻的能力 所有的看点 我们认为 还是要放到创业版 因为创业版的 五周军线的 下跌的这样子的 一个速率 是明显要 低于上证指数的 也就是说 它在拐头上攻的时候 能力要更强一些 那么所以近期的 踩股 应该会是 百花西方的一个状态 好 来说一下北向资金 都觉得北向资金的 一个回来 是我们行情 能够重新焕发活力的 一个关键的支撑 看北向资金 回来买了些什么 贵州茅台 美地集团 仍然是在他们持仓的 前列前两名 看到没有 而且加仓了2% 你要说贵州美好茅台 近期呢 其实从这个960反弹起来 已经反弹了23% 你们觉得它还会是 因为指数下跌 他们持仓的股票下跌 他们回来捡便宜货的吗 我觉得不是 这看出来 他们持仓的策略是 他们看好的价值是什么 他们只是把自己 拥有的筹码 捡了回来 并且加仓了 对于这一点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得到 一个反思 秦子军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3月19号 也就是2646的时候 我们提出来的理论 就是整个的A50的蓝筹 我们当时提出来的是 A50的蓝筹 已经被低估了 那么我们认为这里 整个的A50就下不去了 所以提出来指数见底的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那么所以其实大家去看 近期被北向资金加仓的 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其实就是A50的成分股 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 就是A股里面的那些核心资产 它可能由于一段时间的 这个市场的波动 而产生调整 那还真不是回来 抄底抄跌的 对 但是它并不是说 它的内在价值已经丧失了 那么就以贵州茅台为例 包括这个所有的 北向来超的美地集团 你会发现它都有什么呢 它的适应率相对来讲 永远都恒定在一个相对的范围内 各州茅台永远都是20多倍 30多倍 对吧 美地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来抄底的 而是当市场稳定之后 当它的这种市场的极端情绪散去之后 资金还是回头来 会回补这些价值投资的核心资产 好 今天聊得非常畅快 再来连接一位场外嘉宾 梁尚意听一下他的观点如何 尚意下午好 梁尚意下午好 主持人你好 好 终于听到您的声音了 今天震荡回路 就您来看的话 目前市场真正的修复需要什么 市场前景您有怎么看 好的 那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应该来说 就是一个震荡缓修复的这样一个节奏 那么大家要适应这样一个缓节奏的 这样一个修复 那么从整个市场的量能来看 那么目前整个市场的成交量 相对于2月份 3月份的时候 那么整个成交量能的级别 那么确实它是没有放大的 那么在缺乏量能级别的情况下 那么指数它修复的节奏就不可能很快 那么这个地方 整个市场情绪它无法放大 无法亢奋的原因 我们觉得第一个是由于疫情 它有一个恢复的阶段 第二个我们觉得从短期来看 那么它需要有一个靴子的落地 那么本周五呢 那么一季度的这样一个GDP的数据将会公布 那么从整个受疫情的影响来看 那么这个数据应该来说不会太好看 但是此前整个市场的调整 应该来说已经预期了这样一个 一季度相关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个情绪 所以说当这个数据落地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有可能会是一个靴子的这样一个落地 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短期市场情绪的这样一个修复 我们觉得应该来说会再添一把力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年月底的这样一个 四月底五月初的这样一个两会的这样一个节点 那么我们觉得在数据公布之后 那么两会它才会对于整个2020年的整个经济 有一个定量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出台 那么其中包括大家所关心的这样一个特别国债 以及促消费更细节的政策 我们觉得都会在两会中间这样的一个落地 那么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也好 还是情绪修复也好 我们觉得应该来说都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帮助 因此从目前来看 那么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缓节奏的修复没有问题 而相关的节点落地之后 对于市场而言会有更大的修复 好 非常感谢梁上义的观点 他也是觉得目前市场在等待一个气息的出现 去进行一个情绪上的修复 这是情绪上的修复 好 好 那么今天的苗总说法 我们首先来关注医药公式的绵延不绝 医药板块最近做多的这样一个火力 是颠覆了市场对局防御品种的这样一个定位 既有高度又有广度 今天板块内部呢 是两股力量协同作战 第一是获批用于新冠肺炎治疗的相关品种 以领药液六天四板 跳空突破了前期的历史高点 红玉药液也是强势一字涨停 第二个呢 是新冠肺炎检测试剂的相关品种 达安基因开盘是快速的涨停 华大基因也是大涨了7.16% 大量低位的医药股受到带动拉升风版 但是呢 医药股作为一个品种多 资金容量比较大的板块 是不是值得我们围绕做多呢 小雪 嗯 是 要看一下这个医药指数 今天又创新高了 而且呢 目前来看呢 板块估值是11年以来80%左右的水平 而历史上呢 多数板块 到了这个相对位置都要出现调整了 问一下子君 这个板块短期的上升空间 是不是已经很有限了 中期医药板块的机会 我们认为是没有结束的 但是短期追高 可能对于有一些个股来讲 我觉得是有风险的 还记得吗 我是在19年的年底 我当时提出来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认为20年不是科技股昌出道 就去年底的时候 对 你说是估值我记得 对 然后就提出来科技股的这个估值 有一些偏高了 肯定没有全面性的机会 那么第二一个 我认为医药股的这个估值 已经是到了一个合理的区间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实际上在12年 13年 我们曾经有一段市场不太好 或者是相对低迷的时候 曾经有一句口号 叫什么呢 叫吃药喝酒 那个时候为什么去吃药喝酒 实际上就是资金对于风险的厌恶 那么就是到市场中间去寻找确定性 那么所以其实去年酒已经喝起来了 去年贵州茅台是一倍 但是药始终是没动 那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下 我认为市场去发掘医药股的这种低估值 只是时间问题 或者是说需要一个人来提醒 那么叫醒医药股 这一波行情的这个人是谁呢 实际上正好就是这一波疫情 就算没有这一波疫情 也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些事件 同样的可以触发医药股的 这里持续向好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认为 你说它持续看好 很多人把那个卖瑞医疗会 跟贵州茅台做对比 在前面我们也讲过贵州茅台这个逻辑 你觉得这个从投资逻辑上 有可对比性吗 对 其实从投资的逻辑上面 我觉得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同样的都是持续的盈利能力 那么同样的都是作为蓝筹股 来做价值投资 要知道其实在美国的持续的走强 美国走十年长牛嘛 持续走强的个股里面 除了众所周知的可口可乐 其实医药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但是你回到我们市场中间 我们有没有哪个医药股 可以去和贵州茅台去相提并论呢 暂时没有 但是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有 好 有请郭杰再听下一个要点 好 其实这一波反弹一来 我们看到科技股也是偶尔有反攻力量迸发的 但是没有了前期的大规模集团作战的 这个气势和风采 今天我们看到消费电子板块的欧飞光 在发布了一季报预告之后 放量拉升涨停 带动了整体板块的拉升反弹 另外半导体芯片板块也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这一次的领涨品种 不是上一波的通负微电 而是换成了华天科技 并且我们看到板块其他个股跟涨 也并不积极 所以这样零散的进攻 让投资者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未来的走势如何判断呢 小雪 科技这个问题必须要跟李洋聊 因为她看好科技 二代在前面她也说了 比较不看好这两波反弹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她觉得是美股带动的 就您来看的话 科技股短线来看的话 是一个逢高卖出的机会呢 还是您说的长线布局来看 是低息机会 怎么看 实际上如果按我的话说 我觉得都不是 因为我觉得科技股来说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进入了一个分化的一个阶段 这个问题我在两周前的观念中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当天也是半导体 集成电路反弹 我问我半导体怎么看 我认为当时的反弹 我认为第一个 它未见得有非常强的 一个整理性的一个言语性 而且我会的 我讲的就是有订单的 有确定性的这样一些公司 肯定会脱移而出 继续会有表现 但是其他的大面积的 整体来看的话 目前还没有到这种 整理转强迹象 那么前一面我也讲了 市场的信心凝聚 还有一定的过程 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 这个市场的这个 即使是同一个板块 它的这个股价的分化 差异 强弱的差异 会明显地加大 那比如说像消费电子这种 还有手机 在疫情的这个进出口方面 或者是原料配件的输出方面 它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在未来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止 外贸什么能恢复 那这种未来性怎么判断 是不是就是您说的 要摒弃掉的那一部分 好 那么从目前的市场 判断标准来看到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两点 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4月份 就是进入了一个 一季报的一个 相继的一个预披露的一个阶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每天都有一季报的 这个预增预减的这样一些消息 所以说一季报的 这个预增预减 带来的一季度的 业绩性的确定性的披露 会导致股价的重新的排序 刚才主任也谈到 为什么今天2185 昨天涨停 今天继续冲了一个板 就是由于它是出了一个 比较不错的 没有受到市场 这个疫情影响的这样一季报 所以说为什么 分导体里面它谈得最多 比如说这个市场的资金 即使是抓反弹的话 那么对于一些一季报较好的 确定性比较强的 有订单的这样一些公司 它的机率反应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造成了目前的 风化是明显的加大 第一个就是看一季报重新排序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看确定性 像刚才我们看到 像郭倩呢 像这个新的约豆谈的医药果 走得非常的强 今天大家看到 银领腰也继续涨停 红领腰也涨停了 他们实际上出了 报告没有了 没有出医药报告 但出了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的产品 已经列入到了 这个国家治疗 这个新冠肺炎的 这样一个名乱上 甚至在 莲花清闻教堂的 这个产品说明书上 已经加入了 治疗中度和轻度的 这样一个新冠肺炎的 这样一个条例 所以说这是什么确定性 就是说这种产品 一旦达到了 目前在国家认可的 级别和高度的话 未来的这个销售 未来利润 肯定会滚滚而来 这也是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确定性 就是在 反映出未来报表上的 一个确定性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市场是围绕这种 业绩的确定性 和未来的这种确定性 来寻求一个 股价的一个重新排序 在这期间 各股的分化 会继续的一个加大 就是说在目前 这个点位来看 如果说未来 这个行业的业绩增长 是有确定性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 低息的机会 如果是其他 真的只能用其他来形容 都是卖出机会 没错了 那也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目前的市场 还是一个相对 非常底部区 或者非常偏低的 一些区域 一些目前来看的话 一些一级报 非常不好了这样一些 或者说提出预减的 这样一个公司 我觉得它仅仅是 对于以往过去 1月2月3月的业绩 的一个集中的反应 受影响期间 对 而且这期间 一个是它的业绩 出来了非常差 再一个它的股价 也跌下来 跌了20% 30% 现在跌了50% 现在的位置 现在的股价 已经反映了 它不好的业绩 和已经调整了 这样的股价水平 所以说再往下刹 甚至我觉得 脾气泰的观点 一些已经公布的 较为不好的 业绩充分释放的 一级报 预亏或者预减的 那些公司 以后是否有 重新轻装上阵 卷土重来 再度复苏的机会 或者如果这期间 又有一些国家产业 这者扶植的这样一行业 扶植的那些区域 像我一直在谈 湖北 像武汉 我相信国家 一定要给湖北 给武汉一个 更好的这样一政策 所以相关的公司 像今天华工科技 就是出了一个 预减的一个公告 但实际上 我觉得从华工科技 我们武汉 武汉看什么 武汉 华工 科技的生产力 一定会填在 这个股价方面 那么从华工科技 目前20块钱左右的价位 我觉得未来创新高 我创新的就是一个 必然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些 出了不好消息的 这样一些科技股 未来如果你看好它 现在就是机会 而不是卖点 科技创造未来 得看你手上的科技股 它未来是个 什么样的状况 学潮股上九方志投 欢迎来到 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生我猜直播版节目 现在来看 抗击疫情的最新动态 国家卫健委通告 最新疫情情况 4月14日0到24时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6例 其中36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湖北无新增确诊病例 我国在新冠疫苗研制上 又有了新的突破 来看相关消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科研公关组公告 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一二期合并的临床试验许可 成为首批获得临床研究批件的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此前 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腺病毒载体疫苗 以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月14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落实落细 今年以来出台的支持企业政策措施 助力企业渡难关 部署采取有力有效举措 促进高效毕业生就业 确定加大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力度 推动惠民生扩内需 决定对今年到期的 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股 另一类产业企业 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 延长实施期限 4月14日 财政部等三部门下发通知 自2020年4月15日起 将财政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 关税政策试点的通知 规定的内销选择性征收 关税政策试点 扩大到所有综合保税区 为了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切实提高国有资本运行和配置效率 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国资委就加强中央企业 参股管理研究制定文件 组织中央企业开展自查整改 切实规范参股经营投资行为 下一步 国资委将加强指导督促 推动中央企业不断规范 参股经营投资 进一步提升国有资本运营能力和水平 有利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从2020年4月15日开始 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 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 城市商业银行 定向下调存还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 分两次实施到位 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 今日为实施该政策的首次 存还准备金率调整 释放长期资金约2000亿元 同时人民银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1000亿元 好 下面是言报优选的节目时间 节目中对内容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领取相关资料 下面把时间交给苏兆博 每天五分钟看言报优选 学机构思维 大家好 我是苏兆博 2020年是5G商用的一年 而近期我们看到 各大手机厂商推出的5G手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搭载着多颗摄像头 前段时间我们看到 华为推出的P40 Pro 是搭载了8颗摄像头 进入我们的视野 那我们也有理由认为 摄像头板块在未来 将迎来一个持续的增长 而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就跟大家重点来聊一聊 手机摄像头板块的投资机会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利好 利好一 苹果计划在2020年 推出4款手机 均搭载着3D摄像头 利好二 三星发布最新的 终端智能手机 也将配备着4颗摄像头 利好三 特斯拉汽车最高配置 8个摄像头 而随着特斯拉汽车 火爆的销售 也带动了摄像头的需求的爆发 同时我们从技术形态来看一下 3D摄像头板块指数 在近期已经是回到了 前期重要的技术支撑附近 同时我们看到 KDG指标也已经发出了一个 金插买入信号 有望出现技术上的向上反弹 因此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也是围绕着 3D摄像头板块的投资机会 为大家梳理了一份 需求大增3D摄像头精选特刊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需求大增 3D摄像头精选特刊 在这份特刊中 我们也是通过了三个维度 进行了筛选 一方面选择了 3D摄像头概念股9家 其次选择了 止跌企稳放量上涨的5家 再结合KDG指标 已经发出买入信号的3家 而这三家标的 在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 需求大增 3D摄像头精选特刊中 有一个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需求大增 3D摄像头精选特刊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3D摄像头行业将迎来 大规模的爆发 首先 全球3D摄像头市场规模 将从2016年的13亿美元 增长至2022年的90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8% 其次 用于消费电子的 3D摄像头的市场规模 将从2016年的2000万美元 增长至2022年的60.58亿美元 最后 从出货量角度来看 消费电子中 智能手机3D摄像头的需求将大增 因此 在近期我们也是看到了 多家券商机构 对这个板块也是展开了密集的调研 3D摄像头的龙头A 2018年收购全球 第三大的图像传感器供应商 安信证券给予了买入的评级 3D摄像头的龙头B 公司的屏下指纹镜头 已经进入了国际知名手机厂商的供应链 国胜证券也是给予了买入的评级 3D摄像头的龙头C 国内领先全球知名的 大型光学光电子行业研发与制造企业 华泰证券在近期 也是给予了买入的评级 综上所述 在今天的节目中 也是为大家梳理了这样一份 需求大增3D摄像头精选特刊 现在就可以拿起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需求大增3D摄像头精选特刊 当然在这份特刊中 我们也是通过了三个维度进行筛选 首先选择了3D摄像头概念股9加 其次选择了止跌起稳放量上涨的5加 再结合KDG指标 发出金插买入信号的三加 而这三加标的呢 在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 需求大增3D摄像头精选特刊中 有一个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需求大增3D摄像头精选特刊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两家案例标的 3D摄像头的案例1 公司2019年业绩同比增长200% 2020年第一季度大幅扭亏 预计盈利1.2亿至1.8亿 从技术上看 KDG指标已经发出金插买入信号 突破前高平台之后 有望加速上涨 案例2 公司2019年业绩同比增长了73.4% 2020年第一季度持续增高 预计同比增长55%至60% 同样 KDG指标也已经发出了金插买入信号 底部不断抬高 股价有望持续走强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需求大增3D摄像头精选特刊 而这两家案例标的呢 在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需求大增3D摄像头精选特刊中 有一个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需求大增3D摄像头精选特刊 好的 主持人 欢迎回来 直播继续 来 我们继续说一下北向资金四月份的新动向 在开篇我们说到说北向资金这回来不是抄底的 是买确定性的 它买的还真的不是全部都是什么低位的 看一下这个前面是这个第一瓶的 四月份以来它那个持仓的排名 来 变动最大的这两个 我们一个一个说 先说三一重工看到没有 持仓量增加了11.79% 其实三一重工在四月份以来 股价是屡创历史新高 累计厂幅已经超过了10% 问一下李昂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于三一重工 北向资金会有一个迅速加仓的工作 您是怎么判断它的逻辑的 好的 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北向资金的 这样一个流向的标的和买入的这样一个折 我们叫选择的品种标的 或者是储植项或者是折偶标的来看的话 北向资金实际上非常明确 它就是买各行业的龙头 各行业的这样一个寡头 或者是有垄断优势的这样一些企业 那么作为三一重工在我们中国的 这样作为国内的这样一个民族品牌的地位 实际上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如果大家看一下它的走势形态上 就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三月份在涨 实际上它是一直在涨 我们把图形可以切换到 导宝可以切到这个三一重工的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三一重工这一阶段的 这样一个近几年的一两年的这样一个长期趋势 可以看到启动之后呢 一直呈现出于一个明显的一个慢流攀升的格局 上涨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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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到 这一步调整之后一直快速地创出了新高 所以从这个三一重工为代表的 这样一个工程基金类的这样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在这一阶段开始受到了 这个北上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 但是北上资金买呀 虽然说它这也买 那也买 但是并不是它买的股票就一定会涨 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想跟这个小雪来深入探讨一下 就为什么有了涨有了不涨 那么决定股价起落这个标准在哪里 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对它未来的这样一个预期和预判 也就是说北上资金买的OK 都是好股票 但是好的股票并不代表它买入之后 还会继续出现超过股指同期涨幅的一个大涨 未来判断标准什么呢 看有没有后续政治的预期 为什么有些海外卫视这些股票它不涨了 也是海洋投也买 但是为什么工程基金类会涨 因为工程基金类有国家的这样一个 再度加大投入或者是触及经济的预期在里面 所以它还是会保持上升趋势 实际上除了这个三级中原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像水梨也在慢慢往上走 大家看大家比较熟悉像华星水梨 像江星水梨等等这样一些品种 我们看到它都是一些 包括像北京建材 都是一个向上趋势还没有终止的这样一个走势 所以说这种工程基建的 代表这种大基建来看的话 应该是有国家产业支撑预期 那么这也是北上资金选择买入标准的话 大家就不要盲目地认为 北上买什么我就买什么 我就能赚钱 对 你就一定能赚钱 还要区别对待 对 在节目开始之前 其实跟秦子军聊了一段 刚才我们讲的了 说这个北上资金的走法 有点那个二法逻辑 我们简单讨论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未来赚钱是不一定 但是亏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可能就是这个北上资金的 这个增值保值这方面的做的一个优选 好 接下来进入这个短线封口的时间了 对封口机会感兴趣的投资者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领取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黄伟 大家好 那来到今天的短线封口 那在昨天出现了一个上涨之后 今天并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调整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调整 我们怎么看待呢 尤其是在外围市场 悉数隔夜大涨的前提下 这样的一个调整 是否意味着市场又将重新回归 这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我们不妨从这个热点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和大家强调的中药板块 我们都知道今天整个热点方面 医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而中药在之前我们强调 连续出现了一个上涨之后 突破了这个颈线位 突破之后 最近市场虽然说 在今天停下了向上的脚步 但是这个板块 则继续是高举高打 而且按照我们之前的技术课堂 来看的话 出现了明显的向上的突破 W底之后突破进线位 从这个逻辑上来说 理论上下方的这个箱体 往上翻一个背 这是我们基础判断 另外一个就是从板块来说 出现了三连羊 第一位品种纷纷出现启动 我们今天把大盘 结合这个板块 跟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解析 也就意味着 其实指数层面 在接下来向上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犹豫 但是在这样的犹豫的背后 其实真正好的品种 或者好的群体 它仍然是按照原有的上行 在不断地加强这个逻辑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低位潜力品种这个案例 这个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前期是业绩下滑的 06年以来整个跌幅将近80% 而最近阶段我们发现 获取了数家医院的股权 从而盈利能力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大家或许还看不清楚 它最近一段时间走势 我们把最近的走势放大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我们讲的强弱线 趋势向下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快速的猛攻 攻完之后重新回归 最近阶段我们发现 出现了第二次的标志性的阳线 一根阳线站上弱势线 强势线也开始出现拐头了 所以说我们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下 类似于这样特质的品种 极有可能会成为 接下来结构性行情当中的 一些标杆的品种 在这样的逻辑下 我们今天就是抓着中药 去跟大家提示 中药低位潜力品种的名单 第三栏 我们之前已经发布了第一第二 那么今天给大家送上第三栏 大家现在先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领取中药低位启动品种的名单 好 说完中药之后 我们说接下来还有一个板块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可能是受制于行业整体业绩的 一季度业绩的情况出现了一些修整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板块在最近已经逐步的走得出难 这就是消费电子 这个板块怎么看呢 今天我们看到摄像头的龙头欧飞光 2020年一季度预计盈利1.2到1.8个亿同比增长200% 第二个是无线耳机的龙头戈尔股份 一季度同比增长40%到60% 第三个是苹果概念连接器的龙头力讯精密 一季报同比增长55%到60% 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种 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第一它们隶属于科技 第二它们属于白马龙头 第三个它们属于一季报业绩增长 毫无疑问前段时间整个科技股调整主要受制于一季报 可能有一些部分个股回落的影响 而回落之后这些品种就出现了不错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今天科技整体还是出于修整 但是这些个股已经完全提前市场出现了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低位的机优品种 就是我们的选股逻辑 案例是手握苹果华为订单 前期跌幅一度超过70% 近期走出圆湖底 那一季报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100% 像这样的品种我们说在出现了明显的下跌之后 最近强弱线出现黄金交叉 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找到的品种 好我们把这个做了一个整理 整理出消费电子低位既优的精选名单 三支品种 希望大家在今天能够领取一下 拿回去看一看 对你接下来的操作可能会有一些指导的意义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了 好 主持人 好 非常感谢嘉宾的观点 他今天不仅带来了重要的第三期布局名单 还发现了消费电子的风口机会 感兴趣的投资者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领取 好 跟子俊来聊一下 北向资金继续聊 这个话题今天贯彻了一期节目 来看一下对于某个行业的集中的吃股度 再增加这个行业就是食品饮料 贵州茅台 五粮业 海天味业 都是资金增长的数量超过了6.69% 乳制品中头还有毅力股份 也是增长了1.72% 另外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严金铺子的 一季度的报告股价 高位是一字涨停的 市场对于这个板块的态度 那是非常的积极 就你来看的话 这些消费怎么看 因为您是其实很早提的最早 在元月份的时候就提出来了 可雪和闭嘴消费哪个更好 对 可选和必选消费 我选必选消费 那么首先呢 其实作为这种持续性向好的 这个价值投资 美股是有很多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在节目中间反复地提到 实际上在A股现阶段 我们不会去追求任何的风险 而是寻找确定性 其实你要说我去很害怕风险 2646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我直接提出来 我说这儿是个底 对吧 那么所以 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判断能力 而是要在有判断能力的前提下 你去选择那些确定性 我就以美股为例 那么什么东西走 长牛 可可乐 保洁 那么这些东西 实际上呢 它应该是 可以归制为美股的刚需了 对吧 就和我们这边吃面啊 或者是说五粮业茅台的持续性走好 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有能力持续向好的 表底 它的适应率有能力永远维持在一个恒定范围内的 那么我们都会认为它的向好是没有结束的 而且它是属于价值投资型的向好 并不是说由于这一个阶段 资金的回流 或者是说资金认识到 食品饮料不错 那么会去选择它 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核心的资产 是持续地看好的 我们也能走出 类似于美股那样的十年长牛 或者是说 我们的核心资产也能走出百倍的涨幅 我认为我们这些核心资产中间 一定有公司能够做到这一步 看来你从月月份到现在 看中盘面当中确定性的机会 这个逻辑是一直没有变的 那么除了食品饮料之外 还有哪些是您认可的核心逻辑 好 其实除了食品饮料之外 还有一个核心逻辑 这个是科技 是我近期一直提示大家 我不怎么看好的科技 那么什么呢 数字货币 那么数字货币实际上 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体的疫情中间 是形成了一个刚需的 而它一直都没有被市场资金所发掘 但是就从我们生活中 大家我想应该已经看到了 基本上纸币的使用 包括说整个的央行的态度 也都是会进一步推动 整个数字货币的一个使用 那么在整个的环节里面 数字货币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沉下心来 因为它还没有全面启动 我们可以来细分的 来对它做一个研究 一共是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个是发行环节 那么央行的数字货币 驱动商业银行的核心系统 它必须要去升级 这个改造乃至IT底层的 这样子的一个替换 那么在这个产业链上面 是会有一揽子的这个上市公司 是直接得到获益的 那么其次就是流通环节 也就是在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端口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管理环节 那么所以其实在各个端口上面 都会有一些优质的公司 会对这个市场